这个感恩茶会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亲自主持 跟谢伟朗市长一起来感谢支持民众 共同见证这个史上第一次的基隆市长罢免选举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 台湾经过了这一场的选战 这样子的一个遏制的罢免的歪风 就有可能被遏制掉 被阻挡掉 以后就大家应该要好好的让市长 让这些民意代表好好的做事情 选输了不要不甘愿 选输了不要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报仇 四年给市长 给立委 给议员 给理长 大家好好做事情 四年后重新再检验 大家说对不对 对 真的没有在座的各位啊 这一关真的没有办法挺过来 那我还是希望用深深的一句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支持 第二我要谢谢中国国民党我们朱立伦主席 他真的是从我第一阶段的第一天 就给我无为不至的关心 你知道其实不只是党部给我们实质的帮助 一个候选人在这个面临罢免的时候啊 他的心理层面是接受很多挑战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席也兼做我的心灵辅导师 辅导我把这个一路把他走过来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中央的党务的所有团队们 这一路都整个无为不至的帮助基隆走过这一关 谢谢你们 谢谢 再来大家都看到了 包括马总统赵超康董事长 韩国瑜院长 卢秀燕市长 侯友宜市长 张善政市长 还有万安市长 以及所有的其他的县市长 都在这一场重要的一个罢免选战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相信国梁心中啊 虽然感慨良多 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初衷 他的初衷就是爱这个城市 为这个城市的下一代来努力 今天就是有这一份决心 不是为了爱国梁 而是爱基隆市 爱基隆市的市民 爱基隆的下一代 他才有这样拼战的决心 任何的挑战 任何对他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他当作是他对基隆决心的一个考验 最后 他用他的决心 用他的毅力 用他的爱 用他的善良 用他跟我们大家团结的心 赢得了基隆市民的肯定 赢得了台湾民众对他的肯定 我们再用掌声给谢国梁 加油一下好不好 我们前天就到了庙口 去看了那个棋楼的整平 那那个棋楼整平 其实只要这个年底前开始动工 农历年前后就能够完工 感谢我们庙口的谢主委 在这方面大力的配合 那不只完工以后 我们也请他们以后要留 1.5公尺的通道 让行人通行 让我们的环境更友善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采访报道 在这方面大力的计划